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如何在電腦的 obs 上面 實現美肌的這個功能 那我們這一集的節目是要服務我們的客戶 如果你有買我公司的 febom 169 hdi 的截取卡 febom 169 hdi 截取卡 這是他的塑膠外殼的外觀 那么你將可以在這個這一集節目里面 免費獲得怎麼做 obs 的美肌的功能 安卓手機上面的這個美肌的功能 是長這樣子的 你看啊還可以調整什么 哦什么自然光啊什么 這也我都不懂了反正 總之他的參數是設定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這樣子哦你看我的臉都已經變 變成粉韌色 有人說很簡單啊 你只要把安卓手機的畫面把它截取 到你的電腦 obs 上面就好了 可是啊這會有個問題 手機上面出現什么畫面 你的 obs 就會出現什么畫面 那你注意看哦 這樣的 app 他這邊會有什么白白的資訊 那這邊還有什么對焦資訊 有沒有 這邊你注意看有沒有對焦資訊 那這樣的東西也會印象到你的 obs 上面 所以你的畫面就會有這些 相機的這些資訊 這樣是不不好的 那麼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說 就直接從電腦一個程式 直接做完美肌直接丟到 obs 他原理是這樣子 這個程式啊 他先抓到擷取卡畫面 然後處理完之後 丟出一個虛擬的 webcam 的畫面 虛擬的 webcam 畫面 他再丟到你的電腦 obs 上面去 那你電腦去抓那個虛擬的 webcam 的畫面 就搞定了 我們不是要從這個手機上面直接抓 像剛才那個影像 這樣會有很多問題 因為有太多的資訊會浪費掉了 同樣的道理 用這樣的原理可以做出來 你可以用這個 一般的相機也可以達成美肌的功能 安卓手機也可以當成一個相機 也沒有問題的 還有 iphone 手機也可以當成一個 美肌的相機 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今天在處理 都是在電腦 obs 一個程式上面做處理的 接下來我們先用這台相機 先做實驗給你看一下 實際操作一遍給你看 然後後續也會用這個 iphone 實驗給你看 還有這個安卓手機實驗給你看 我們先 我現在準備的是一台 sony 的 rs 100 的相機 我先將他的 hdmi 拉出來 好 然后呢我準備我們公司的這張截取卡 就是 feibon 179 plus 的 hdmi 截取卡 我先接到我的電腦上面 將這個 hdmi 畫面換到這個截取卡上面去 好 這時候的相機就是他了 然后呢我等一下 從我的 obs 就要抓這支相機的畫面 跳到電腦 obs 然后我們先抓這個視訊裝置 這個視訊裝置就要下去抓那支相機的畫面 有沒有看到有個叫做4k的這一個 capture這一張 哦有抓到了嗎 那我們這邊值我們還是選1080p 然后最高選60這樣子 好這樣子 ok 然后要抓聲音啊 聲音我就也是抓截取 那個相機的那支聲音 mic 嗨你看這個面有在動沒有問題的好 所以現在是 我的影像是抓這支sony的相機 然后聲音也有抓到 那現在的畫面是沒有美肌的 那我們要做一下美肌處理 我們等一下要經過電腦一個程式 將那個那個程式抓到這支相機的畫面 在 然后那個程式再把這個相機處理成美肌之後 再丟到電腦obs上面去 我們先將obs的畫面先關掉 這一定要先關掉哦 然后呢再打開這個美肌的程式 那再打開攝像頭 然后呢打開這個4k這個capture抓 然后我們先用19201080 好現在有抓到了嗎對不對 你現在看到有抓到了 ok 這樣子沒有問題 然后呢 你看到他這邊美肌的右邊 這邊就有美肌濾鏡 啊這邊有什么森林啊 什么東西的 啊你可以去 實驗看看 這樣子這邊可以再弄更白一點 ok 然後再磨皮啊磨磨磨磨皮 然后呢高級設定這邊還有什么 小臉啊 你可以玩玩看這很多參數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還有濾鏡 還有美妝 啊這我就 這不是我的專業我就講到這樣子的 啊記得注意的是說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個特效 然後記得要按這邊 這樣子 這一定要進這個是 鏡像的設定等一下會用到這個東西 我們再打開這個電腦的 obs 打開電腦的 obs 奇怪 怎麼沒有畫面呢 為什麼會這邊 obs 這邊是黑色畫面 因為啊在 windows 裡面的世界裡面 結局卡被這個程式抓到了 啊這個程式就就已經吃住他了 所以說 obs 就沒有畫面 這是在 windows 世界是會發生這種情況 那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先把這個 obs 畫面 先把它給砍掉 好我們在這邊再新增一個視訊裝置 因為那個程式已經丟出一個模擬的 webcam 出來了 好我們去抓那一個 哦你看這樣就抓到了有沒有 這邊是同步的 我們這邊再做一個 揉美 哦有沒有變有哈 然後濾鏡再加一個美妝 加個紅嘴巴 啊這樣子反正我已經不認識 認不出我是誰了 這個程式就會 處理完了畫面就直接丟到 obs 剛才是用這只相機嗎 那我現在不要用這只相機 我用 iphone 做實驗 iphone 也可以當成是一隻外置的相機 但是啊這個 iphone 跟剛才講的一樣啊 你要找到一個適當的 app 不然的話你有這些資訊 你看哦這邊有這些對焦資訊這些 這樣子 這樣 iphone 出現什么畫面 他直播就會出現什么畫面 這種 app 就不適合了 我們要找出一款適當的 app 比如說這款 app 就很棒了 你看哦他是乾乾淨淨的 他沒有任何的畫面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用這款 app 當作是視訊的來源 那一樣的道理在安卓的世界也一樣 安卓的這種內建的相機 也是會有這些資訊 這些不好用 你要找到一款適當的 app 才不會有這些資訊 比如說像這一款 app 他就很棒了 他的資訊是乾乾淨淨的 像這樣的東西就很適合 當一只外置鏡頭來使用 我現在用安卓手機來做一個測試 將這個安卓手機架在這個架子上面 然後我還是採用的是前鏡頭的畫面 然後呢你再加入這一個 usbc 的 hub 然後將他的 hdmi 吐出來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啊就是當你手機擺直的時候 他這邊不是蠻框他是黑邊有黑邊 所以啊這時候要怎麼辦 你還是要做成橫的橫的他就會蠻框了好他就會蠻框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臉書的這個正方形直播 所以我等一下只要裁這一邊就好 裁正中央這樣就可以了 我現在是做的是粉專直播 然後呢 一樣的道理你把這一個 金鑰給複製複製下來 然後到 obs 上面去做貼 這個個串流選臉書 然後這邊再把貼上去 好輸出這邊呢 因為要做臉書的正方形直播所以你的bray 選這個30004000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這個影像的解析度這邊 請你打 1280x1280 這邊也是打1280x1280 然後這邊選30針就扣了 你在做實務操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你這邊可以打1280x1280 但是下面這邊就是永遠出不來這個1280x1280 因為他的選單就是固定住的反正哪你購買本公司的febom 169或者是 febom 179的擷取卡的時候 我們會告訴你哪一版 obs 的程式 可以更改 你要的解析度 因為最新的這些解析度啊都 固定住了沒辦法做成正方形的 客製化的這個解析度 那某些版本可以 那 這些都是我們多年的經驗的累積 你買我們公司的擷取卡這些資訊我一定都會告訴你沒有問題的 好接下來我們就按確定 確定之後套用 確認好這時候你會 看到畫面是這樣子 然後比較笨拙的方式就是你把它拉大 ok反正很簡單 這個 obs 上面出現什么啊你直播就是出現什么 我們再把它拉大一點點好這樣子 所以啊你家看到 obs 出現這樣的畫面 你的直播就是出現這樣的畫面 你看我現在是結掉這旁邊 這邊都結掉了只留下正中央這邊 開始按這個 串流 開始按串流啊請你要注意看這個地方右下角要有一個要綠燈才行 如果你出現粉紅或者是紅色表示你的網路有問題 我現在我直播是用有線網路直播 你們注意看 這個很重要請你不要用無線網路一定要有線網路 這個已經講過很多遍 好就按開始按直播 哎你會發現很好玩 為什麼我們現在做直播的時候 只有影像沒有聲音我現在已經把它打開來了 原因是這樣子 當你的這個安卓手機 或者是 iphone 手機當成是一個螢幕的時候當成是一個相機的時候 他只有影像的功能沒有收音 收音的話你必須要接用這個 電腦內建的麥克風 或者是你額外再加一支麥克風出來 那我現在額外再加一支 3.5mm的麥克風 然後加入這個音效卡 然後再連接到我的電腦上面去 現在我再去抓 obs 去抓 有一個叫做 usb audio這個好抓到了 哈嘍哈嘍你看這邊有在這跳了嗎對不對 這時候你的直播就會有聲音了我們再看一下 好看一下有聲音了 那同理可證啊我們還可以用 iphone 啊 我們把這一個安卓手機換成 iphone 啊你 iphone 的話你要準備這條叫做 lightning 轉 ab 的轉換器 然後接進來 再打開這個適當的 app 然後你看接進來 然後呢再放上來這邊 這樣就有畫面了 所以我們剛才介紹的 電腦的內建的這個美肌的 app 的程式 就是你的相機的視訊裝置 進到這一個電腦的這個程式之後處理完 再處理成一個虛擬的 webcam 出來 啊這虛擬webcam 丟到 obs 上面去 那我們剛才已經示範了三種 相機 一個是 一般的 sony 的相機 哪一個是安卓手機當成 外置的相機 還有一個是 iphone 這樣子 那麼比較注意的是說如果你要用 手機當成外置的鏡頭的時候 你必須要找到一個適當的 app 才可以使用不然的話那些相機的資訊啊 什么什么都會出現在上面 跟我們公司買這個 febom 169結局卡或者是 febom 179的結局卡的時候 我們的說明書上面啊 就會告訴你說 哎到底哪一款 app 可以使用 就是 安裝電腦 有哪一款這個美肌的 app 可以使用 那你當然了你也可以在網路上面找啊 這個要花你的時間 那我在網路上找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終於找到一款免費的 app 可以使用 凡是中國大陸的 app 你可以找找看 那 你跟我買我你就可以省掉一些 摸索的時間 還有另外的就是剛才講到是 安卓手機怎么當 一個鏡頭使用 iphone 手機 怎么當鏡頭使用的那個 app 我們也在說明書上都會告訴你 所以啊你買了我們公司的擷取卡 你就不用省掉了很多很多的摸索的時間 謝謝大家